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地震案件服务 县府陆续开办跨县代收及跨所申办服务 17日上午地震处长刘昆松 及地级科长陈丽梅 介绍宣导民众多加利用此项便民服务 跨所事件的业务 就是说我们中华官八个地震处所 你只要去联合一个地震事务所 你就可以把你的案件 总共有十三种案件 要用参加到 譬如说我正在中华 我会用去中华的地震 送件 但是我的土地在外面 但是由中华所担定 跨官收件的部分 我们中华官 里外的乡亲 一两百万 尤其新北市台北県特別税 这个部分如果说他们就是我们正在家 还有我们原地的这些旧宿舍旧 旧餐航 需要去办到这些相关的案件时 他会用借金 譬如说我住在三城堡 我就去三城堡 来办理到这个收件台收 三城堡的地震事务所 他把这个案件收了以后 他会直接邀请回来就说我住在二城堡 我就来去二城堡 地震事务所在这 办理就会受惊 甚至在这些厚书 这些电器动作 都会让我们完成 跨所申办跨县代收便民服务 统计一百零四年五至八月 跨所申办登记案件共计八百三十八件 主要集中在彰化园林地震事务所 并以彰化所收件二百八十件最高 他县市代收本县案件 以新北市代收本县案件一百四十九件最多 其次为台中市台北市 这项措施对于县内外出工作的民众 是一大福音颇受好评 彰化县政府期望借由地震便民服务的开办 创造县民便利的生活 打造彰化成为友善一句的幸福城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导